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解释他到底是怎样的模式消耗掉人的生命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死亡的充满童真童趣的短片 安静的公交车上,小刚的脑袋不停的好奇的伸出窗外 他的母亲早已就很不待烦 小刚在经过母亲无数次阻扰以后 选择了坐在座位上玩自己的魔法棒 他的手不停的触摸着快要掉落的牙齿 为此母亲再次给了他一巴掌 突然公交车猛的一个刹车停了下来 原来公交车撞死了一只兔子 不过错巧的是,这猛的一个刹车恰好让小刚把晃动的牙齿拽了下来 母子两个下车以后,看着这只死去的兔子都非常的同情他 于是母亲决定将这只兔子带回家去,埋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母亲将兔子埋葬以后,为他祈祷着来生能够活得自由自在 而小刚还在为兔子的死难过不已 突然,整个地面往下陷了进去,母亲慌忙逃脱 而回过时的小刚却一直不停地扒着兔子的尸体 他觉得兔子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掉落的牙齿也掉了进去 最终小刚还是沮丧地和母亲回到了家里 此时此刻,在他们看不到的地面下 一群闪亮的精灵已经把小兔子的尸体运到了地层深处 他们像一个个会治疗伤痛的医生 让小兔子的尸体逐渐安静下来 变深了,突然一个牙齿的灵魂钻到了地层深处 他唤醒了这里的一个个小细胞 也努力地唤醒了小兔子的灵魂 一时间整个地面都变得闪闪发光 小兔子的灵魂爬到了树上 他刚碰到一个鸟蛋,就突然消失在鸟蛋里面 而其他的小生命们也一个一个有模有样地选择自己的来生 他们有的趴在树的枝头 有的落在含苞待放的花骨朵里 小牙齿看到了一个闪亮的小贝壳 偷偷地趴在了里面 第二天,小刚一起床 就赶快出来看看小兔子的尸体怎么样 他踏着无数的花朵 看到了这颗闪亮的小贝壳 他打开一看 呀,是一颗小牙齿的灵魂 小牙齿看到小刚也十分地兴奋 小刚刚触碰他 他就消失在小刚的肘子上 然后再次成为了小刚新长出的牙齿 而那只出车祸死亡的小兔子 也已经破壳而出 向着新鲜的世界发出了第一束的鸣叫 也许死亡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如果生命真的有轮回 每个灵魂也许都是一个个闪亮发光的小精灵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